各位早晨 非常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仍然有些宅雨 大家出門的時候 記住要帶一把傘 雷達套座上面看到 受到低壓槽影響 廣東沿岸有些雨區發展 並且在凌晨時分開始影響香港 要留意今早早在我們的西面 繼續有些雨區靠近 今早香港各區普遍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氣溫方面 7時多時 普遍在22至23度之間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和低壓槽相關的雲帶 今早早覆蓋著廣東 預計我們今天天色會以多雲為主 並且有些趙雨 而雨勢會在今天初段的時間比較明顯一些 看遠一點 在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 有個相當廣闊的雲團 跟強颱風舒力基相關 預料舒力基會在未來幾天 大致去一個西北的方向移動 維持著在菲律賓以東的海域 對我們天氣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提到報道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多雲 有一兩陣趙雨 初時趙雨比較多 最高氣溫大約是24度 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 稍後離岸風勢為清境 再之後提到一些電腦的風場預報 預料一股偏東氣流 會在明天抵達華南河岸 伴隨著這股偏東氣流 在圖上用黃色和橙色顯示比較乾燥的空氣 預料明天天氣會比今天乾爽一些 不需要我們展望明天和星期一 風勢會記大廈 來到下星期中期 天色會是好轉 日頭會是乾燥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